哈囉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新買的兩款控制器的保護套 說到為什麼要買這個保護套呢 其實我自己是比較懶的人啦 比較不會想要再多買這些東西 主要真的是因為我真的太常用這個控制器打到自己 因為我是在我自己的房間裡面玩嘛 所以我就會打到我的床啊 打到我的電風扇打到我的衣櫃等等 這控制器在官網也是賣一個69美金 那也是蠻貴的啦 你下訂了這個之後 然後你要等海關 然後等個7天10天之類的 那也許更長也許更短 那總之就是你就沒辦法用了嘛 我能想到的辦法就是 你可能就只能用 你可能就你這段時間 就可能只能玩那個首部追蹤的遊戲啦 回到正題 那今天我買的這兩款的那個控制器保護套 是一款是這種矽膠材質做的 我有買這個類似鉚釘或是紙斧形狀的啦 外面也不一定是有賣這種有鉚釘的 主要就是它就是一個矽膠材質的 然後是這種彈性蠻好的 它這邊會有做一些信號的切口的設計 另一款就是這種防撞支架的保護套 這兩款是我在市面上蠻常看到的兩種保護套 我今天就想要買來玩玩看 來順便看看這兩款的保護效果 或者是有什麼優缺點等等 可以做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詳細來看看我們的開箱影片吧 首先是這個矽膠保護套 我們握起來是比較親膚止汗 而不容易產生髒污的 當然也可以直接拿去做清洗 我們現在就來把它裝上去看看吧 它這個安裝非常的方便 一開始原廠的綁帶從這邊拉進去 這個束帶從這個孔拉出來就OK了 然後讓整個控制器包覆進去就可以了 矽膠的材質有一點點彈性 所以非常的好安裝 它還有附這個綁帶 就有點像是Valindex的 原廠綁帶那樣 你就可以完全的鬆手來做操作 不像原廠的束帶一樣 只是單純的讓你不要甩掉控制器而已 我們把它整個裝好以後就可以看看 先看看它的手掌跟無名指這邊 有做一些凸點的直滑 讓你握持的手感更加的好 接下來就是上面這個 類似鉤尖形狀的凸起 它可以讓我們在撞到障礙物的時候 有一些衝擊的保護 中間它有做一些預留信號的切口設計 那我目前玩了幾款遊戲 都還沒有出現信號偵測錯誤的狀況 但是 重點就是這個但是 當我玩到Bitsaber的時候 出現很大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整個保護套會滑出來 因為保護套是比較鬆的 再加上這個Bitsaber的打擊是做揮砍動作的 慢慢往下滑 就跟它原本切口設計的位置不一樣 就有可能造成信號偵測的錯誤 大家可以來參考看看 再來就是這個防撞支架 它就是一個環形的支架 擾空在控制器的周圍 那我們就先來把它裝起來吧 這個支架比較難裝 主要是我們要先把它的固定環給安裝上去 阿這個固定環其實它貼的蠻緊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測試要有多少時間才能把它裝上去吧 固定環安裝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支架裝上去了 這個支架的設計就是你受到撞擊的時候 它會往這個間隙的地方伸縮來緩衝你的撞擊 那因為它沒有跟控制器有直接的切除 我覺得防撞效果應該是會更好的啦 OK 那今天就是我們這兩款控制器保護套的分享心得 那我覺得這兩款都各有優缺點啦 像是這款矽膠保護套 它的手的握持感非常的好 然後它旁邊還有設計一些綁帶的設計 可以讓你做鬆手的遊玩 那缺點就是 我非常的不建議你拿它來玩Beat Saber 或是那種揮砍運動的遊戲 我現在就可以示範給你看 你比如說你拿這個你要玩Beat Saber 我們就是這樣揮嘛 然後我就這樣揮 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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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會有一些訊號輸入的問題 再來就是這個防撞支架 我覺得它有很好的保護效果 然後又不會阻擋到訊號 那唯一的缺點我覺得就是這個固定環 可能你在安裝上去的時候 它比較緊 所以可能有可能會刮傷你的控制機本身 這我是覺得沒差啦 如果你有可能有要賣人 那就是你自己的考慮啦 那今天就是這兩個控制機的開箱 心得分享 那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